很有可能是同时复刻肖跟甘雨并且是跟这两位仙人都有关联的故事 2.4很有可能是三个礼乐人因为是春节的版本嘛 关于这个第三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目前并没有任何的信息 很多人猜测他可能是对吧甘雨的老干妈甘雨的老干妈是谁啊我一点都不知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最懂跟进时讯的董哥 突发跟进一期新的视频来跟大家聊一聊米哈又刚刚发布的新人物 原神将会在2.4登场两位新角色一位是看起来是兵系的长枪角色深河 大家可以看到米哈又的官方微博下面的他的那个介绍啊 流云聊天真君在这里夸他向自己有句老话叫什么此地无音三百里啊 他不是我他不是我另外一位就是颜系的长枪角色云锦 大家注意一下云锦手上拿着那把枪是侠里灭城啊 说不定有一点什么暗示之类的 但是侠里灭城的岩系你这是要上天是吧小姐姐 他该不会是史上第一个岩属性攻击打在水上面能蒸发的角色吧 元素爆发直接是释放熔岩对吧 好了以上两位就是今天释放出来的原神的新角色 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觉得现在2.31秒都待不下去的扣个1 觉得自己还是永远喜欢优拉阿贝多一斗五郎的扣个2 米哈又这个官方提前放新人物的立会的行为啊 我真的觉得挺滑稽的 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是赌气想要被刺一下内鬼 结果现在看起来好像每次都是自己被刺自己的感觉 就你隔空一个版本提前两个版本就把新角色都放出来了 那很难不让人想物飞飞的嘛对吧 就你看一下这个刘云他的穿着啊 而不对深刻的这个穿着你就会觉得对吧 你可能就要跟弟弟说对不起了 这个2.3我就然后你的弟弟就很懂事的表情跟你说没事 哥我理解你 你说是不是家族会议瞬间就达成了上下一条心了 就我觉得这样自己被刺自己挺影响流水的对吧 现在真相已经很明了了 下一个版本必然是旅月的版本 可谓是春节狂欢呀各位 而且中文圈子肯定是米哈优最大的市场 他们肯定想要在春节上面好好表现一番的 所以到时候我估计各方面的武器呀什么的还有福利什么的都会挺好的 所以我在这里再劝一句吧 准备在2.3把自己整的倾家荡产的人最好稍微缓一缓 我在一个星期前做的那个视频啊里面所说过的话朝着实现的方向越来越接近了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去看一看 我们先来说说生鹤吧 我当时说2.4的卡池啊只有三个里乐人 我的意思是指五星啊我们在这里先假设生鹤跟云锦有一个是五星有一个是四星吧 那么下一个版本大概率就是甘雨消复刻再加上一个云锦和生鹤之中的五星角色啊 我们就猜那个五星是生鹤吧 其实说到这里我内心是有一点觉得不对劲了万一下一个版本的两个新角色都是五星呢 那就各位月卡党可能要破财一下了 关于深刻的分析我在之前那个抽卡视频里面大概有随便瞎猜了一下 我们来说说云锦吧 云锦这个角色现在是岩系的长枪角色 我之前曾经这样猜测过啊就说提瓦特的不同国家之间是不是有武器上面的倾向性的 比如说黎月人更倾向于拿枪 然后蒙德人更倾向于拿弓之类的 关于云锦这个角色啊在他上线之前我听到了很多的传言 大家就希望肖这个角色现在不是相对而言比较弱势吗 就在复刻的时候能够可以给他搞一个什么专属的拐之类的 老观众一定记得我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吧 我说以米哈优的策划的性格 你指望他搞一个新的四星角色 然后给老的五星当拐当专人当专属 那多半是不现实的 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吧云锦就是岩系的长枪角色 他能不能辅助肖这个不好说 但是是专人肯定是没有任何可能性了 你看他的样子就没长得像个风系暴击伤害加70%的六命的样子吧 所以跟肖之间的联动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想这么多了 停止于此就可以了 如果云锦跟生鹤之间只有一个是五星角色的话 那么2.4将会有一个复刻的空格位置在里面 我前面也说了我倾向那是肖和甘雨 我知道很多人在期望肖可以得到加强 大家知道加强的方式也不仅仅是专人专拐的对吧 还有可能是新武器啊 那于是董哥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吧 你觉得甘雨跟肖的复刻有没有可能给两个人带来新的武器呢 觉得有可能的扣个1觉得没可能的扣个2 我在上一个视频说了万叶可能会有新的武器啊 在复刻的时候啊 有些人就可能想故意气一下 我说那么阿末斯也应该被被刺才对啊 因为跟甘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哎呀我真的气死了啊 如果阿末斯被被刺了怎么办呢 那我不就又抽一把金武的问题而已嘛 我发现有些人就挺滑稽的 如果米哈优真的要出一把武器被刺阿末斯 我可是举双脚赞成的哦 你要搞清楚啊 对我而言啊 米哈优最好每个版本给甘雨出一把新的武器 我每一把都给你充满他好不好吗 这个月一键8万 下个月一键10万 下下个月一键15万啊 我绝对赞同 哎呀真是气死了啊 但是玩笑归玩笑 总共我想说两点 第一阿末斯被被刺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那是迟早要发生的 因为甘雨确实有新的武器 这个比起苍古将要被被刺是更加人尽皆知的公开的秘密了吧 但是在下个版本甘雨和肖就能拿到新武器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他最好出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因为你想想啊 策划门为什么把阿末斯跟绿枪像宝贝那样一直捏着一直不拿出来呢 对吧 连仓谷跟周末都已经甩出来了 这么久了就绿枪跟阿末斯一直没有up过 好久没有up了 不就是为了2.4做预热吗 所以可见呢 在目前这个阶段两位黎月仙人想要得到新武器可能性是不大的 如果有新武器 我们也就马上要知道了 说实话 大家大可不必着急 好了 关于2.4的信息以及卡池的构想我们就聊到这里 后续如果有更多的信息我也会跟大家第一时间分享 如果是我被允许分享的信息啊 一键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